各位现场和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解说瓶子 欢迎来到我们的采访环节 站在我身边的就是 AG超玩会的选手VV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我是AG超玩会的VV 非常恭喜AG超玩会2比0战胜的第二火箭 也恭喜VV成为了我们的KPL联赛上 第一个50胜的获得者 那么我有几个问题想要问一下VV 因为我们知道VV他是从边路 然后转到射手 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那么在这个转型的过程当中 你有遇到过什么困难 以及分享一下你的成长经历吧 就是在转型射手的时候 我被保存回放看敌方射手怎么打 然后就被一直看一直练 然后就慢慢的我就融入嘛 就开始练射手 总而言之就是多看多练 然后多学 好的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 我们这两场比赛 孟磊都送出了医学 你是如何看待孟磊送医学 AG超玩会胜率高这个玄学问题的 就是孟磊每次送医学 他会跟我们说一句 没事我们肯定赢的 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 心里都有数 确实这个很玄学 这个也解释不清楚啊 那么第三个问题就比较实在了 A超玩会是一个非常善于打逆风翻盘的队伍 是如何做到在人头落后 经济却不落后的情况呢 这个的话我们尊敬府他们会入侵敌方野区刷他们经济 然后我们边路会把自家野区刷 然后经济的话就比较高吧 就是在团战可能在前期打不过的情况之下 尽可能去刷敌方的野区来获取经济差 确实如此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 也是大家都比较关心的问题啊 就是你在微博上说 当夺冠之时就是与粉丝黑黑之日 这个黑黑是啥 就是与粉丝互动的意思 互动互动 这个黑黑是互动的意思 好我们都知道了 当然我也是要替威威说一句 微博其实你不需要放在心上 互联网上各种各样的人都有 所以我希望我也代替大家来 希望威威可以在比赛的进行过程中 还是能够留在微博上 跟大家一起互动下去 不需要不用看微博 其实说实话 A传会现在分很高啊 如果你都坚持不了的话 那其他分数低的队伍就更没有办法了 是不是 好的那么也是非常感谢威威接受我们的采访 小伙伴们还可以到我们的微博 关注KPL王荣耀职业联赛 在置顶微博下方给你喜欢的队友去提问 也许下一个提问的就是你 那么本次的采访就到这里 接下来我们把画面交还给评论席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